選XY平面喔,一定要XY平面喔 然後按右鍵,新草圖 記錄到這個草圖 OK嗎? 好,來,那... 那接下來 我們就畫最大的框框 這個最大的框框 最大的框框 那這邊怎麼畫呢? OK啦,來,不要用這一個 你不要用兩邊舉行這一個 不要用這一個 不要用這一個 為什麼?因為我們講的我們 檢定這邊喔 不是全部都這樣喔 不是always 不是都是這樣 是我們這一次的檢定 我們會把中心設在中間 圓心設在中間 所以第三個 叫做兩點中心點這一個 點它之後 中間 你剛剛出現綠色這種 修訂在中間喔 你剛剛在中間喔 點一個舉行出來 一定要選中間這一個 這一次喔 好,那 以後如果 因為你們這個圖 你也可以去做記號 沒關係 我都習慣 同學 把你畫好的 把它圈起來 代表二分一畫完 59 96 59跟96 標註按下去 這個是96 然後這裡是59 就代表這個完成 而且各位 盡量一定要完全約束 完全約束 我們已經沒有忘記標識出來 好,這時候來按3D模型擠出嘛 那這時候擠出你很難看得出來 然後你看登角式 各位,這邊很重要 你一定要往下 因為XY裡面 這個到時候是我們的圓點 0 0的圓點 所以麻煩你一定要往下 一定要往下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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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時候我們擠多少 看一下 我是往下 不是這個喔 是這一個 15.5 15.5 我們把它擠一個15.5的矩形 15.5 那你確定 好 這樣子就好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開始 我們等一下就說一個一個步驟 那怎麼檢驗 檢驗這邊 檢驗這邊 零件這邊 有一個 叫做這個 實體 你們有去檢驗過嗎 我們更新一下 目前你做完這個矩形的話 體積要877925 87792 你看對不對 我們等一下就是畫一個步驟 再來 我們來畫一下 中間這個框框 這個 那中間畫這個框框啊 我的習慣 所以是建議大家 這個倒圓角的地方 都不要先畫 什麼意思 來 畫一下 這時候怎麼按了萊塗 這個環境需要 你就點這個面 點完之後 這邊就有很多 這個格子 有沒有 好 好 我們可以再來丟一些 那個新草圖 點這個面 因為我們要從這個面畫 或者是你來鍵盤的S 它也可以介入到一個新的草圖 好 各位注意喔 不要出現好多草圖 齁 放完草圖之後 來按矩形 那這個地方你用第一個就可以了 就按一個矩形出來 按一個矩形出來 好 那我們給他一些尺寸齁 這邊 到這邊 先機子裡面在哪裡 然後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 看到嗎 嗯 所以這個地方 你就標 現在你在 做一個事情 來 出來了齁 先做投影擠了 各位 先做投影擠了 先做投影擠了 把這個面投影擠了 讓它變成一個 黃色框框 等一下我們再做擠出才 不會有問題 好 按投影擠了 按這個框框出現 這時候才去畫這個矩形 畫這個矩形 OK嗎 好 然後這裡 標舞 這裡到這裡 是不是 然後 然後 再過去的話 就是G G 那G呢 我們就先畫最小的 好不好 47 全部都先以最小的 範圍 47 那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尺寸 叫做 47 或是-5條 都在合格的範圍裡面 那我們通常是會畫多少 畫在中間的地方 我們在上課 都畫中間的地方 是最好的 所以 這邊是47 然後 47 你也不用去計 然後就減掉 0.05 除以2 就會幫你做計算 真的 就是46.975 各位 一定要畫在中間值喔 畫在中間值喔 好 然後再來 換橫的 整個貨幅 這邊有一個7 7 所以這裡到這裡 是7 7 然後 最大的話是62 因為正貨15 那中間還是62 好 我們注意 完全約束 好 這時候按3D模型的擠出 擠出 擠下面這一塊 旁邊這裡 把它除料 按除料的方式 除料 這個叫做除料 切顆 然後除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這邊 15.5 你這邊量起來 最後要剩下7.5 小十條 這代表這邊比較寫 所以你要多怎樣 多幾點 對不對 所以15.5 減到7.5 那你想要怎樣 就是8 8 但是你要多一點的話 這邊要多少 0.1 所以中間就多少 0.5 所以我們要一次擠 8.5 我們要來 15.5 減到7.5 是不是剛好的 不是8 但是你這樣量起來 是不是8太剛好的 這邊 這個階級 這邊量起來 要比較小 所以代表 從上面數下來 要比較多 比較多 所以你要怎樣 要多加 對不對 我們要再減 再給它減下去 減0.5 不是0.5 這是0.1 0.1 0.1的一半是0.5 所以這邊的話 0可以0.1 除以2 這樣 就會變成0.0 所以你要減7.5 之後 就是8 這樣8減掉 再變少了 這個 拍檔 這樣就變成7 你看這邊7.95 就錯了 所以你要應該是加 加 有沒有 這邊最後會有一個結果 在旁邊 這邊 OK吧 確定 如果你覺得你不知道對不對 有沒有關係 按測影 測量 你按這個 直線這個地方 它就會告訴你這個數字多少 有沒有 8.05 再講一次 如果你幾桌會變怎樣 編集2幀 如果你剛才寫錯了 15.5 剪掉7.5之後 你又給它剪掉 0.05 你測量的時候 這邊7.95 就錯了 為什麼 我們量下面給你看 這邊是不是7.55 這邊7.5 要小 那你怎麼大 對不對 所以就代表你已經想錯了 所以你不要擠 你可以用那個方式去記起來 記起來 15.5 編集2幀 15.5-7.5 再加上 0.15 OK 所以這樣子就會是8.05 然後這裡也會是7.45 有沒有 這樣就對了 這樣OK嗎 這邊會比較難理解 那你做一下看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再去做 體積的測量 等一下你做出來看 會不會是65642.023 我等一下寫黑板 65642.023 656 123 那各位 你們不要這樣 以前那邊畫那個 會不會一堆幾 草圖草圖草圖 不要 有什麼就畫什麼 按新草圖 同學 一個按新草圖 或者是按鍵盤S 都可以在這邊開始畫 那等一下要長一個 長一個東西出來 就不用再是做什麼 投影集了 通常要投影集了 就是你要切東西的時候 都會比較需要 只要長上來就不太需要 好 那這邊 這個空方圖草圖草圖 畫一個矩形 就畫一個矩形 這樣子就好 等一下這個圓形 你可以等一下再切 可以等一下再切 好 那這時候來標註尺寸 這邊有一個 11的尺寸 我的習慣一定會去把它選幾 代表畫完 這邊有一個 11的尺寸 11 然後這裡有一個 38 那同學 你不用點這兩個邊 你直接點這個邊下來也可以 好 38 好 再來 這裡到這裡 是多少 不一定有錢 沒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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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邊過來 他那個什麼基準 現在在這裡 所以 不是那裡 所以是9 那這個9 是哪裡到這裡 是這裡 這個三條 9 是這裡到這裡 9 9 好 再來 換這個空方圖 這是多少 1的尺寸 那一樣最小嗎 15 那這是兩條 那同學 這個就是減0.02 OK 這個才是 這個才是 好 好 那就是14 減0.02 除了 OK 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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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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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你完全約束了 沒問題 來 餐廳我已經擠了 這個面子過去 那擠多少 來 各位看一下 擠一個3 這邊有畫完 這邊也選擇 擠一個33 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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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 這個 擠多少 等一下 看會不會是 67235 擠435 擠435 謝謝 謝謝